第85集 9月8号 五大课程正式开始 前三个班 因为装工淬炼法都学过 所以课程比起后五个班 反而要少一些 其他班级 不但要学文化课和专业课 还得学装工和淬炼法 目前还没涉及战法 方平这些人 课间还能放松一下 那些新生几乎忙得看不到人影 魔舞的学生这么忙碌 其他五大的学生也都差不多 方平虽然没告诉吴志豪他们 自己突破成了舞者 可大家也经常联系 吴志豪还建了个群 将几位熟悉的五大学生都拉了进去 不是看不起那些没考上的文科生 而是大家聊的都是和舞蹈有关的东西 真要拉了那些人 反而让别人不自在 连续忙碌了几天 方平也没开过电脑 等到又一个周末到来 方平才有空打开电脑 登陆QQ 一打开QQ 信息就闪烁个不停 群里 众人聊了很多信息 方平抽空看了一会儿 吴志豪 五大课长也太多了 从早忙到晚 几乎没休息时间 杨健 是呢 我还以为到了五大 文化可可以少一点 现在更头疼了 吴志豪 杨健 你气血现在多少了 装工和翠练法修炼了吗 修炼了 气血现在都快要一百三十卡 我运气不错 分了一位四平导师 对我挺好的 杨健说了自己的情况 又介绍起刘若琪道 刘若琪和我分在一个班 不过 武科导师不是一个人 他导师也是四平 诶 吴志豪 你什么情况 吴志豪 咱们运气都不错 我导师也是四平 咱们这一届 还有三位五平导师 可惜没轮到我 剑群的时候 谭家兄弟也被拉了进来 此刻老大谭浩抱怨道 你们都有四平导师 我怎么是三平啊 谭涛的导师也是四平 群里除了四班几个人 就谭家兄弟被拉了进来 结果大家运气都不错 除了谭浩 谭浩是唯一一位导师三平的 其他人都是四平 在普通五大 三平导师才是主流 四平数量就不多了 五平更是凤毛麟角 众人聊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信息 一直没冒泡的刘若琪 忽然冒泡道 方平什么情况 吴志豪 不清楚 最近那家伙一点生意都没有 QQ也一直不在线 这些都是几天前的信息了 方平一路看下来 对几人的情况 大致也有所了解 刘若琪和杨剑去了天南五大 刘若琪气血虽然不高 可对方是女生 长得还不错 女生在五大本来就少 在天南过得还不错 她导师是四平 也是个女人 四平的女导师 在五大也极少 女导师收的学生不多 对刘若琪还算照顾 经过一个暑假 以及最近开始修炼淬炼法 刘若琪气血 也接近130卡了 吴志豪气血 目前已经超过了130卡 刚开始修炼淬炼法 气血进展都不慢 谭家兄弟也一样 他们装功有成 气血还比吴志豪要高一些 不过他们可没魔舞的待遇 南疆五大和天南五大 采用的都是积点制 和学分制差不多 换了个名字而已 在南疆五大 普通气血单要五个积点 一品的要15个积点 积点和学分的价值差不多 对比一下魔舞 其他五大兑换的价格要高不少 而且和魔舞刚来送50学分不一样 南疆和天南今年都只送30几点 还是历年最多的一次 南疆是因为总督突破 多了一些资源 天南是上次损失过大 这次也下了血本 方平简单扫了一眼下来 不得不感慨 魔舞和普通五大的差距 到后期会越拉越大 送的学分还是小事 关键后期的资源兑换 魔舞这边需要的学分 比普通五大少不少 而且魔舞的学生 实力本就比普通五大强得多 挣学分也容易不少 挣得多花得少 这种差距就会愈发的大了 在普通五大能修炼到三品 真的不容易 不像魔舞这边 三品的并不少见 同样是五大差异太过明显 难怪那些普通五大不甘心 普通五大也是有宗师强者坐镇的 虽然数量少 可架不住普通五大多呀 不像名校那么少 目前公认的名校 只有魔舞和京都五大 当然 华东师大这些学校 在普通五大眼里 也算名校 算是第二层次的 南疆五大天南五大 只能算第三层次 看了一阵 群里忽然来了新消息 吴志豪 方平 还活着呢 显然这家伙也在上网 看到了方平上线的消息 啊 最近太忙 没时间上网 说说你的情况 都不知道名校是什么情况 谭浩也很快发消息的 是啊 快说说 我爸前两天还给我打电话 诉让我跟你学习 问他 他又不说 你是不是跟我爸联系过 方平想了想 决定不能太打击他们 简单介绍道 跟了个六品的导师 送了十颗普通气血单 其他也没什么 群里一片安静 好久都没人说话 过了一分多钟 吴志豪才回复道 你可以继续潜水了 方平可以想象 这家伙忧怨的样子 乐呵了一阵 这才问道 王哥最近在学校吗 不知道 来学校到现在 都没看到过 不过王哥在南武 是真的威风 吴志豪语气羡慕道 南疆武道社社长 比一般的导师还要威风 就连我导师 私品敬 提起王哥 也是赞不绝口 可惜你没来南武 要不然 有王哥照着 在南武横着走都行 显然 吴志豪并不知道 王金阳北行的消息 王金阳最近 也没在学校露面 北行的事 方平找傅昌顶 打听过一次 听说王金阳 已经离开了京都 难道已经准备突破了 方平猜测了一阵 心里有些羡慕 这才多久 眼睁睁地看着 对方从二品 快到四品了 自己才刚进入一品 老王到底什么情况 方平心里有些好奇 王金阳的突破 的确太快了 魔武也是天才众多 可大二就四品的 目前方平还没听说过 哪怕三次脆骨的谢累 目前也只是二品巅峰 距离三品还有一段距离 当初和王金阳交手的那些人 还有不少人停留在一品 这差距不是一般的大 这家伙不会也开挂了吧 方平有些犯嘀咕 真正脆骨才知道脆骨的难度 骨骼深入脆链 舞者气血有限 每次进展都不会太快 四肢骨还好些 除了腿骨 臂骨 其他骨骼不大 脆链速度快一点 可躯干骨 包括脊柱骨 那可是真的难脆链 很多学生停留在三品初期 就是因为躯干骨难以脆链 凶险也高于四肢骨 躯干骨总共五十一块 哪怕资源不断 一般情况下 十天淬炼一块骨骼 也算速度飞快了 全部下来 对五百一十天 将近一年半的时间 老王花了多久 四月中旬突破 很有可能八月中旬就完成了脆链 历时四个月 平均两天半就完成了一块骨骼的脆链 这个速度 放在一品镜 还有可能 三品镜 魔舞这边有没有都难说 赵磊这些人 也都是二次脆骨城的舞者 来学校之前 就完成了下肢骨三十一块骨骼的脆链 现在入学快半个月了 有六品巅峰的导师直顶 最近方平听傅长鼎说过 赵磊脆骨 已经完成了三十五块的骨骼脆链 半个月四块骨骼 四天一块 按照这个进度 赵磊完成下肢骨脆链 大概还需要三到四个月 在一品巅峰停留了一段时间 顺利的话 年底或者下个学期 有希望突破二品 当然 也只是有希望 不代表一定顺利 傅长鼎这些人差不多 不计消耗的淬炼 在一品经 四五天淬炼一块骨骼算是快的 这些人都是魔物最优秀的学生 或者说全国最优秀的学生 而开了挂的方平 自好突破的舞者 到今天刚好十天 十天时间 方平不计财富消耗 气血一直饱满 淬炼的还是植骨 这种小块的骨骼 十天下来 也刚好完成了十块植骨的淬炼 一天一块 速度惊人 当然 财富值也消耗的惊人 到后期 速度肯定会慢下来 方平觉得 自己都未必能在三品镜 四个月就完成躯干骨的淬炼 唉 不管了 先完成祖骨的淬炼再说 祖骨二十六块骨骼 现在淬炼完了十块 还有十六块 争取在月底前完成 祖骨也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淬炼完成的话 杀伤力会增加一大截 再配合上自己的天价鞋 方平觉得 自己实际战斗力 会暴涨一大截 想起天价鞋 方平这才记起 今天好像就能去拿了 后勤步 方平总算拿到了自己的天价鞋 迫不及待地脱下运动鞋 换上了新鞋 新鞋不是那种长筒靴 而是那种低高帮的作战靴 整体呈现黑色 鞋底方平敲了敲 有金属质感 但是踩在地面上 又没有金属碰撞的那种声音 显然做过处理 鞋尖显得有些尖锐 但是并不突出 也是呈现黑色 一眼看上去 不太像金属打造的 方平探手摸了摸 鞋尖并不圆滑 反而有些凹凸不平 刮手 负责兑换的舞者笑咪咪道 可以试试威力 平时穿也可以 不显眼 透气性也极好 舞者运动量大 容易流汗狡猾 这双鞋 稀罕房处做的也极好 另外 魔舞制造处出品 质量有保证 三年内 有问题都可以来找我们 免费帮你维修 甚至换新 方平微微点头 也不说话 换好了鞋 朝四周看了看 可以来这儿试验威力 兑换处舞者带着方平 进了柜台后面 柜台后方空间很大 分成一个个小房间 对方打开了其中一个房间 里面有些杂乱 堆了不少乱七八糟的东西 有满是缺口的刀剑 也有坑坑洼洼的钢板 这里都是大家平时试验武器的地方 这里的刀剑 钢材 都具备F级合金强度 比一般的家用刀具 还要坚硬的多 一级兵器在这上面留下痕迹很简单 也可以试试 方平也不含糊 猛地抬腿 使用戳脚 一脚戳中了一块横放的钢板 刺耳的金属碰撞声传来 火花四溅 方平脚步并未感到太大的疼痛和不适 拿起钢板看了看 方平眼神微变 钢板被脚尖踢中的地方 被穿透了一个小洞 蹲下身子 摸了摸鞋尖 和刚刚的手感一样 没太大的变化 方平轻轻吐了口气 低声道 这一脚踢中人 脆骨舞者的骨骼 也要断裂吧 对换处的舞者轻笑道 当然 不过也要分人 比如说遇到了中平舞者 对方击骨膜都极为坚韧 气血雄厚 不单纯靠骨骼硬度来硬撑 哪怕对方让你踢 你一脚踢中了对方 先是泄力一大半 接着气血反振 真正造成伤害极小 兵器强不强 还得看使用的人 你自己不强 给你A级合金打造的武器 也没用 不过你戳脚练得不错 配合这双靴子 一二瓶舞者被你踢中了 不死 也得丧失大半的战斗力 不过还是那句话 武器在于人用 你踢不中对方 武器在强也没用 你实力够了 不用兵器 一拳也能打死人 方平点头 算是认可这话 现在的他 给他一把A级合金武器 他就赶去找宗师拼命了 开玩笑 对方气血一爆发 他直接能被压得跪地吃土 连近身都进不了 靴子试验过了 方平也不久留 直接穿着靴子 就出了后勤步 他一走 刚刚负责兑换的舞者 也拿起了被他踢中的钢板 看了看 摩梭片刻 轻笑道 穿透力不错 绰脚应该刚学不久 具备一定的威力了 要是竹骨能淬炼完成 那一品镜的舞者 都得小心了 脆骨没完成 方平踢中对方 自己也得承受反振力 脚骨断裂都有可能 可一旦祖骨淬炼完成 那就截然不同了 现在的心声 一界比一界强了 老了 安安心心 就在这养老算了 这人尽管一头乌发 实际上 年纪已经不小 朝六十迈进了 九月中下旬 方平极为低调 开学时期的风光 也随着其他人表现出色 渐渐被人遗忘 新人王这个称呼 现在也没几个人喊了 到了九月末 表现最出色的 还是几位早就完成 二次脆骨的舞者 赵磊完成了四十块骨骼的脆裂 速度没有减慢 一个月内完成了九块骨骼的脆裂 连唐风都赞不绝口 速昌顶也不慢多少 现在完成了三十八块骨骼的脆裂 女生当中 杨小曼也完成了三十八块 陈云熙稍慢一些 完成了三十七块骨骼脆裂 这些人 才是最近一个月的风云人物 而且 这几位也加入了魔舞舞蹈社 方平在招新的时候 根本没去 三点一线 宿舍 教学楼 训练室 其他人除了在文化课的时候 能看到方平 其他时间极少看到的 哪怕班上组织了几次活动 方平也没参与 一个月不到 哪怕后来几位二次脆骨 突破舞者的新生 名气都比方平要大一些 当然 方平也不在乎这些 舞者争的不是名气 尤其是新生阶段 导师分配好了 学分固定的 这时候表现没必要 真正和方平接触较多的 反而是赵雪梅